華南國家殖民園又增添了一個明星兜蘭新品種 由曾宋君研究員團隊選辱的大灣區兜蘭 在英國王家園藝學會進行了國際登陸 這個品種從雜交開始到栽培開花 需要近十年時間 楊家良報導 這位新進明星大灣區兜蘭花型獨特 花枝優美是否有些皇后的風采呢? 沒錯 她的原生種正是皇后兜蘭 而且她和我們之前介紹過的中科皇后兜蘭 有血緣關係 也有幾分相似 都有長長的酥 這個是她的花瓣 有血緣是長的 像皇后的鞭子一樣 所以還是非常非常有特色 它為什麼會形成這麼長的花瓣呢? 它這個可能在進化過程中 它可能會吸引了一些昆蟲的收粉 它下面有這些斑點 它好像就是小蟲子一樣 那大灣區兜蘭這個名字是怎樣得來的呢? 大灣區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就是不同的努力 就是傻傻的做事 但我們養富的過程中 要體現這個大灣區的精神在裡面 英國皇家懸藝學會 是世界上唯一的蘭花新品種登陸機構 大灣區兜蘭進行了國際登陸 拿到了國際身份證 這個品種還獲得了2023年 廣東省春節蘭展金獎 一點都不信息於另一個明星兜蘭Corp 15 我身邊這些兜蘭 都是曾老師和他的團隊 這麼多年來研究的成果 有一些品種從雜交到開花 要好幾年時間 新品種大灣區兜蘭要成10年這麼久 相當漫長 過去20年 曾宋君研究員團隊 在兜蘭屬植物的遷地保護 自然回歸 新品種培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培育出300多種兜蘭雜交新品種 好像大灣區兜蘭這些新品種 不單止美麗 而且花期長 未來會有更多的應用 廣州電視記者楊家良報導